所以我们心中有佛的人 心中就会有心 所以你看我们学佛的人 经常去帮助别人 实际上你的心在做佛的事情 你只有成佛了 那你才有佛心 你今天有佛的心了 愿意帮助别人慈悲于众生 那么你就是佛心 所以像这些是佛是心 非心非佛 并不是佛 也并不是你的心 那是什么呢 那是已经镶嵌在你的八十天中的 一种般若智慧 一种理解 一种对佛法的深深的印在自己内心当中的 我们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而这个概念已经不使你认为它是一种概念 也不使你自己认为它是一种理念 而是一种妙法 而是一种虚幻的 让你已经成为一种自然想象出来的 碰到就能够自然想象出来的一种理解 然后你会去做 所以这就叫以空反性 什么叫以空反性 当你什么都想通的时候 你才会找到你的本性 什么都放下了 不跟别人争了 我无所谓了 你就找到你的空性了 你的本性了 就是把自己的本性要还净 什么叫还净啊 还到原始的本性当中 就是干净 想想看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的心都干净 如果我们把别人东西弄坏了 我们不会逃走啊 我们肯定说 妈妈 爸爸 我们把东西弄坏了 哎呀 人家阿姨知道了怎么办 如果妈妈说 不要去管她 她不知道的 那你的本性就被污染了 只有小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她的干净 才是在本性当中出来的 当我们越来越长大了 我们被无作恶失的 名利是非所缠绕 变得慢慢的势力 慢慢的在心中不干净 我们才能失去 当时我们才能失去了 明心见性的悟性 所以菩萨就是让我们找回 我们的本性 叫以空返性 你才能明心见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